好另外我们看到学生冲进了行政院 台北市当时也吹动了警力 那么台北市长郝龙斌 今天市政报告的时候 民进党市议员就很不满 他用警力驱离学生 杯葛报告两个钟头 还有人气得丢报告 另外有人带着头盔向前冲 结果撞到了国民党议员 自己跌了一跤血压还飙高 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民进党议员 也气到血压飙高 离场休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通通向前走 国民党议员眼看苗头不对 连忙护驾 郝龙斌被迫离场 不满郝龙斌出动警力 暴力镇压 血染太阳花血运 民进党市议员轮番炮轰 我们的警察把他当暴民 这样子的打法 对吗 把人的警察死不掉 不必做 郝龙斌没资格做报告 退回去 不要报告 不要报告 王世千气到丢报告 将冒兰戴上头盔 企图向前冲撞 结果 小心 不离禁闭人 黄平阳人高马大 张冒兰不小心跌了一跤 赶紧拍拍屁股 走回座位 才没几分钟 经过刚才这么一摔 张冒兰血压标告 身体不舒服 离场休息 但不止他一个挂病号 同样因为发言 太过激动高血压 陈振中在医护人员 陈振中在医护人员 陈振下休息去 声音员状况连连 意识停板 好龙兵驱离学生 执法是否扩当 没给交代 是这报告第一天 熬了两个小时 最后草草结束 好 再来看看大老板流泪